大家好,这里是南妹厨房 今天给大家分享白菜猪肉馅的蒸饺 蒸出来皮薄馅大,味道鲜美 个个胖乎乎的,特别的香 我们先来和面 碗中倒入500克的面粉 加入3克食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再倒入刚烧开的热水 边倒边搅拌 有的朋友不知道蒸饺到底是用热水 还是用凉水来和面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是蒸饺子的话,就要用热水和面 用热水和面,弄性更大,更容易成熟 蒸好的饺子,外皮筋道不粘连,口感会更好 因为凉水和面,不容易破皮,适合水煮 搅拌成棉絮状 再加入3克食用油 下手揉成一个中等软硬的面团 盖上盖子,饧面20分钟 准备一颗大白菜,从中间分开 再把白菜叶子清洗干净 改刀先切成丝 再切碎 白菜帮可以留着炒菜 切好后,放入大一点的盆中 加入两勺石 一边,下一边后,往前放入炒菜 下团 黄炒菜 适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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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